剛剛提到這個安控族群表現亮眼 可是呢 這個剛剛看到美國蘋果公司股價重挫 那台灣的蘋果跟飛瓶陣營又會有哪些消漲 還有明天就是禮拜五 哪些類股適合報股過週末 好的 那蘋果的部分 如果大家去觀察一下 其實跟這個台灣 包括像鴻海 它的一個股價連結性相當的高 所以短線上呢 如果說它公司的一個營收 或者說它的一個營業的比重 來自於蘋果的這個部分呢 是比較高的一個比重的話 那可能短線上 大家還是要特別的一個謹慎 因為雖然說可能股價跌了一段 有些人想要這個逢低去搶個短 不過我個人是認為 就是說至少在等蘋果的一個股價 慢慢的這個止跌回穩之後呢 相關的一些台場的一個概念股 這個股價呢 才有機會跟著回升 那至於說呢 在於這個所謂的一個 這個持股的一個部分 我個人是認為 其實大家可以去觀察一下 最近呢 大概普遍呢 會在創新高的 大概是集中在 在這個非電子 就是說傳產的一個族群 包括呢 像這個2105的振興 2106的這個建大 或者說呢 像其實現代 大概也漸漸的要準備進入夏天 最近一些這個飲料的這個狀況 包括像1216的統一 或像1201的味全 甚至於說呢 相關的這個做這個 包裝材料的一些公司 其實最近的一個表現都不錯 那如果說呢 以公司的這個 這個每個季節來看的話 其實飲料呢 大概是這些食品公司 這個毛利率最高的一個產品之一 那特別是呢 到了一個七八月的一個時候 天氣正熱 那大家對於這個清涼飲料的一個消費 其實都會有效的一個提升 那如果各位可以去觀察一下的話 其實大概這些個股 大概建高的一個這個時間點呢 都會落在大概七八月 也就是營收最好的時候 那麼通常呢 如果說我們在操作這一方面的這個 有季節性的題材的個股的話 其實呢 都可以在大概過年之後的這一段時間 陸陸續續開始做一些佈局 我想等到七八月 整個這個相關的一些食品公司 他們的一個營收上來的一個同時 通常的每年 如果說這個沒有太大的一個變化的話 這一些食品飲料的一個個股 大概高點的都會在這個七八月左右出現 所以呢 我想如果這一段時間呢 整個大盤的一個震動呢 是比較大一點 甚至於說把一些比較優質的這一些 食品公司的一個飲料 做了一個這個 往下修正的話 我覺得呢 其實大家可以等待這個拉回量說 在一些比較強的支撐 例如說包括像月線啊 或者說像這個季線左右呢 再去做逢低成績的話 我想其實等到七八月呢 整個營收上來的一個同時 那這個股價呢 也會慢慢的反映他 整個營收成長的一個利多 好的謝謝分析師剛剛提到的季節題材 我 谢谢大家